三叉路口 绿灯亮起 车辆纷纷左右转 十多秒时间 车辆才过几台 怎么就变成红灯 上班尖峰时间 七机车都塞在这个路口 类似情况 每天上演 让居民很苦恼 社区本来期待是 能够顺利的出去 可是没想到 示范的第一天就已经发生 住户上班迟到 走不了 因为他给的秒数太短 所以一般出车 只能出车两辆到三辆 是严重的 而且这个 这边60秒 这边只有10秒 完全是不合理的秒数规划 红灯的时候 所有车子都是排到这边去的 对对对 然后变成说 我们这边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绿灯的话 没有办法往下转 也没有办法往上转 因为车子都在横向这边 中正区新丰街 有2万户住户 是全国社区最密集的地方 新丰街16巷里面 又有大型社区 之前都是闪黄灯 尖锋时段几乎塞车 11月开始进行移控管制 才四半两天紧急喊停 车流回堵问题更严重 红绿灯的架设来讲的 162巷的孔太近了 跟主干线太近了 所以导致说车辆的话 你怎么控管的话 都没有办法全身而过 那所以在这个区块来讲呢 那个红绿灯的整个管制上 又整条线的120秒的管制 跟它出行的管制上不是单一 它有四个红绿灯的管制 之前就是本来就有小塞车 但是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又换这个 就是再加这个炮制灯 反而又更塞了 因为本来要实施一个月 就实施第二天 民众又反映了 反映说又更塞了 新丰街的162巷 还有包括新丰街的河崩街口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谁 它的纵深太短 所以说哪怕啦 刚刚我们的主委提到的 就是说哪怕是16巷口 这边有网状线的话 哪怕它就是有进空的话 事实上的话 都没有办法消化162 162巷早上左转 要到那个谁 要到市区的这些车辆 所以说我个人 经过两天的勘查 我个人是希望就是说 暂时先回复原状 新的措施事办两天 就紧急喊停 市政府交通处 驱公所 里办公室 和市议员都到场 联商新的方案 像我们新丰街这边的住屋 非常的多 那尤其主干道跟支线道 要穿越马路的时候 有行车的问题 也有行人的问题 但车流是一直一直 不断的在做变化的 尤其是早晨上班的时间 导致车流回堵的 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162巷口 进行号制灯号的管制后 因为它的除车空间不足 只能停三台 所以导致车流回堵 那今天办理这个会刊 是希望能够在短期之间 先把这号制灯号管制 先做取消 但长期来看呢 整个新丰街号制灯号 应该透过智慧型的 号制灯号管制 来进行AI的一个评估 评估即时的车流 来设定号制灯号 跟绿灯通行的时间 来避免塞车 跟车流回堵的一个问题 162巷的居民可能是 针对说他想要 往8路的方向逝去的 可能出不来 所以我们尝试的利用 号制来做管控 那这几天的试办之后发现 其实因为整个道路真的狭小 除车空间有限 其实作为162巷的居民进出 其实透过号制反而 它更出不来 也影响到整个新丰街的主车流 所以我们会 今天的结论会先暂时 把这个号制管制先做取消 然后长期来看 我们目前也去争取了 相关营建署的相关的经费 希望来做新丰街整个 争取的改善规划 那我想等到 营建署如果相关的 核定计划核定的话 我们会再积极的来处理 相关新丰街的交通改善事业 新丰街人口稠迷 只有一条对外的道路 不仅上下班车流量大 离封时间车流也不少 地方期盼长远的解决方案 应该批建点外道路 才能将庞大的车流有效的分散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导